好的 同学们下午好 又和大家见面 特别的想念大家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这个 施以神水课堂 今天是星期三 又和大家如期的见面 同学们能够听到老师声音吗 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一 这是咱们的第二节课 上节课我们和同学们 一起感受了这个诗情画意 是不是 了解了一下诗话之间的一些联系 我看到同学们在课后 包括咱们莫同老师的基础课当中 都积极上交了作品 我认为同学们完成的都非常的不错 对于我们山水课程学习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开始 我觉得上节课给上节课打分的话 我觉得同学们都可以得100分 101分 好 那我们来进行今天的这个课程 这是课程导学部分 这节课呢 我们继续会和大家聊聊古诗 画画这个山水 我们跟着莫同老师呢 已经学习了四种山石的这个村法了 相信同学们对这个笔墨理解上又加深了 那么这节课呢 就用我们学习到的一些技巧 到时候跟着老师来绘制一幅山水作品 很多同学们也都说了 又重新买了测页 有测页的同学们一定要用测页 没有测页的同学建议同学们来买这么一个测页 因为咱们这个八节课呢 会到时候会形成一个完整的一幅作品 还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啊 好 开始我们的这个课程之前呢 先给同学们看一个场景 看一个场景 哎 同学们看一下 画面当中特别多的人啊 特别多的人 看起来非常的忙碌 很热闹 这么一个场景 这个场景呢 右下角啊 打出来了 汉林书画院的场景 他们在干嘛呢 顾名思义啊 在做画 这个画院啊 是北宋时期皇家的书画院 直接受当朝皇帝啊 宋徽宗召集的领导 我们喜欢研究绘画历史的朋友同学们啊 对这个人啊 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宋徽宗的人生呢 可谓是极其错位的 一个本来可以 怎么样 本来可以名垂青史的 艺术家 最后呢 却被做皇帝这件事啊 给耽误了 那我们提到这个汉林书画院呢 都知道 他的级别啊 是非常之高的 在那个时期啊 其实 只要我们精通艺术啊 能画出特别好的作品 我们有可能啊 直接就能进宫做官 而且呢 是身居高官 要职的这些地位 当然呢 那个时期啊 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宋徽宗 他本身自己呢 就是特别喜欢绘画 那个时代呢 可能不会再有了 不会再有了 当然呢 这样的一个机制呢 吸引了天下非常多的一个高手 那么想进这个画院呢 是非常不容易的 需要进行考核和选拔 那么考核选拔内容呢 就和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诗词 了解很多 同学们说啊 这个画画的人 画面当中画画的人很少 服务人员多 这才证明中间的一些华丽 因为这些人啊 都是中国最顶尖 当时宋朝是最顶尖的一些画家 一些画家 里面呢 直接就是 为皇帝做画的这些人 那么我们说到啊 这个宋徽宗呢 他对这个画院是极其重视的 他会自己亲自出题 考题 还有乐卷 来考这个画家的才情 选拔人才 那他怎么进行考题呢 出这个考题呢 就是用一些诗词当中的一些句子 来考验这个画家的创作能力 那老师呢 这里啊 就给大家带来了几个这个考题 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也来当一回这个乐卷师啊 当一回乐卷师 好 今天啊 先来迎来第一个考题 竹所桥边卖酒家 非常的简单啊 宋徽宗就说了一句 竹所桥边卖酒家 好 大家开始画吧 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呢 就是竹林深处桥头旁 是吧 竹林深处的桥头旁 有这么一个卖酒的酒庄 现在来讲啊 就叫酒肉屋 这道题一出来之后呢 很多人啊 都参与进来了 有些画家啊 就是激情的在创作 听说过是吧 非常的有名啊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哎 有些画家啊 很快就把作品画下来 因为去参加考试的人啊 都是非常有水平的 要不然也不敢在皇帝面前做画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画宋徽宗 一看呢 嗯 画得很好 笔墨的这种形式啊 拿捏得很好 意见感表达得很足 而且说呢 非常的扣题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竹林 小桥 酒家 都有了 这样一幅画面呢 还是比较的 比较的这个完整的 但是呢 画家们在刻画的时候呢 都知道啊 这个竹桥 酒家 都比较好表现 但是呢 唯独这个锁字啊 很难表现 很难表现 那么这个锁字呢 看这个画家怎么表现呢 他把这个酒家 藏在这个竹林的深处了 很快就完成这么一幅作品啊 他是这么理解的 他是这么理解的 但是呢 这个徽宗啊 看着画得很好 但是总感觉拿点不对劲 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人啊 做生意啊 都喜欢开在闹市 当然这个酒家呢 他也不可能说 就为了开在竹林里 而开在竹林里 所以说呢 他这样买卖 肯定盖不长啊 盖不长 还是有问题的 那么 孙伟宗说 有没有更好的想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 惟宗走到一幅画 停了下来 定睛观察了很久 他在看什么 这个时候啊 众人都把眼光投过去了 有一些画家都说 这个人真是大胆 居然不审视皇帝的这个题目啊 让你画酒家的 你居然没有画酒家 这个时候呢 徽宗啊 拍案交绝 说谁画了这幅作品啊 马上给我请到这来 是吧 这幅作品呢 徽宗为什么叫好 好在哪 好在他没有画酒家 但是呢 却把这个酒家给表现出来了 他是怎么表现 他画了一个朝九的这个小旗子 从竹林后面给伸了出来 伸了出来 这就体现了竹所的含义啊 哎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透过竹林啊 感觉竹林后面不远处啊 就是我们卖酒的这个 吃酒的这个酒家 很好 这个画家很有才情 很有才情 当然了 这个画家被归宗留下来 进行培养 后面成为了非常有名的画家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李唐 这个画家很有名啊 很有名 像这样的题目啊 还有 给同学们啊 再来 咱们再来看一个 深山藏古寺 这个啊 题目要比刚才的还要简单明亮 还要简单明亮 深山古寺 两个非常明显的这个句子啊 这个对画家来讲呢 都是比较简单的 是画山水作品的人啊 都会画山 都会画寺 画房屋 唯独啊 这个藏字比较难表现 这也是大家都有经验啊 都知道皇帝不是要这个山 不是要这个寺 而是要这个藏字 有意思 我们先来看一幅作品 哎 很快啊 几分钟 这个画家就把作品上缴上来 皇帝一看 笔墨形式啊 非常的厚重 这种重色 苍老的这种笔触呢 能够体现出深山的这种感觉 给予一种莫名的压抑感 很好 啊 然而呢 这个房屋啊 古寺也能够体现出来 哎 被藏了起来 它没有裸露在外面 而是藏在我们的山崖后面 露出一个小角 是吧 哎 灰东说很扣体 很扣体 但是呢 一讲啊 一讲 没有意思 没有意思 这个人 什么 哎 你是画家 他都能想到这样的一个层面 一个构图 没有什么趣味 有没有更深层次 让我眼前一亮的东西 继续 看下一张作品 灰东啊 又往下面继续看 哎 翻到了这张作品啊 吸引他了一会儿 吸引他了一会儿 乍一看呢 他在找什么呀 他在找古寺 是吧 找了很久才发现啊 古寺被他藏在了这个小山童的上方啊 非常的小 他这个人呢 很聪明 深山藏古寺 精髓啊 就在这个藏子上 他不以古寺为主要表现对象 他在右下角的地方啊 加了一个老和尚还是比较的 还是比较的显眼的 他以这个吸引你的眼球啊 这样你就会忽略到这个古寺 你就会找 找了很久才发现呢 在左上角的小山头后面藏着呢 非常好 非常好 灰东说这个提议啊 也是不错的 但是呢 总感觉啊 还是缺点什么东西 还有没有更好的一个想法 更好的想法 这个时候 哎 又一张作品 映入眼帘 灰宗一看啊 这个人 就在揣摩这个人的心意 这个人是怎么想的 没有画古寺 画一个近处 主要表达这个瀑布 这个小河的这个场景中来了 灰宗一看呢 哦 他画了一个挑水的小和尚 是吧 这个小和尚画的为什么好 我们都知道啊 看过电视剧 每天啊 这个寺庙当中的小和尚啊 比如少林寺 都会挑着两只桶啊 到附近的小河边去取水 来供这个寺面上一天的用水需求 那么有和尚挑水 身上面肯定就有古寺 是不是 这样一来呢 这个画家巧妙的把古寺啊 藏在了画面之外 彻底的 就像同学们说的 彻底的体现了这个藏字 他的一个精妙 啊 很好 这个 这个 辉宗说 这个提议啊 真的非常的绝 还很高 很深 水平很高 那么辉宗啊 这时候性情非常的大气 非常的高兴啊 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说 有没有比这个还要好 还要好 这个时候啊 大家都觉得不可能有了 不可能有了 这个时候突然 惠宗又挑选出来了一幅作品 这幅作品呢 很特殊 我们大家一看呢 笔墨形式上 非常的单一 而且说构图来讲呢 也并不是那么的优远啊 前面一块大石头 挡在我们的眼中啊 左下角呢 一个非常显眼的啊 一个黄色 黄色着装的一个老和尚 在这里勾搂着 采药 很好 同学们能够看到 他是在干什么 他是在采药 这个采药呢 辉宗就提到了 这个人呢 他不仅把古寺给藏了起来 他整个把这个深山 藏还有古 这几个字啊 都给扣题了 他是怎么扣的题呢 我们看一下 他画面当中呢 他没有画古寺 有一个采药的 一个老和尚 他采药老和尚 证明这个山里啊 肯定有他所赖生存的 这个寺庙 哎 寺有了 这个和尚啊 又是一个 比较老的这个老僧 那么这个寺庙啊 肯定跟他在一起 时间特别长了 古寺 哎 又扣题了 深山 这个我们都知道啊 什么地方才可以采药 都知道 深山老林的里面 采有一些 真奇的这些草药 是吧 这个老僧在这里采药 证明这啊 这肯定是一个深山老林 这样一来呢 深山藏古寺啊 就紧紧的被 扣入在题中 归宗说 这个啊 这幅画呢 刊位是啊 最高峰了 不可能就再被超越了 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那个时期的一个情况下呢 啊 这个绘画 它的一个意境啊 已经上升到不仅单单是笔墨上面的一个形式上 更多的是它追求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含义 这个诗和画呢 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啊 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啊 这也是我们这节课呢 所想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这个情景啊 让大家知道 有些画面当中呢 不 我们不单单会重视它的这种笔墨 而里面的一些真正耐人寻味的这个东西啊 才是真正能决定绘画高度的 我们的一个东西 好 那我们先聊了一下这个 两个考题啊 同学们想想 自己如果说在那个朝代呢 能不能想象 像这样一样画出这种 让人耐人寻味的画 好 那我们继续啊 看一下今天的这个 给大家带来的这首古诗 我记得上节课的时候啊 上节课的时候呢 很多同学啊 都在说这首诗啊 让同学们猜诗的时候 都是虚映者不欲 看来同学们啊 对这首诗呢 都是非常的了解的 今天呢 这首诗啊 给大家带来 声音有点忽大忽小 同学们都有这个问题吗 这首诗呢 是非常简短的啊 大家可能也都有所了解 松下问童子 言诗采要去 只在此山中 允身不知处 可能同学都说啊 这首诗啊 快智人口 传送度很高 而且说呢 这首诗啊 它的这个作者啊 它是一个苦淫诗人 我们对这个作者啊 都有所了解嘛 贾导 也是一个唐代诗人 不配乐朗诵 这节课啊 咱就不配乐朗诵 如果说同学们啊 表现好的话 咱们最后呢 老师可以给大家朗诵一个长篇呢 怎么样 好 那我们继续来回到这首诗当中啊 回到这首诗当中 这首诗呢 它的语言啊 是非常简练的 非常的简练 很多同学都会说啊 这首诗呢 内容上呢 也是比较的容易理解 什么意思呢 就是 松下询问年少的学童 就是前面 松下问童子 他说 他的师父啊 已经去山中采药去了 只知道在这个大山里啊 可是呢 这个山中云雾缭绕 却不知道他的行踪 这么一看呢 好像也有一点藏的这个欲味 是不是同学们 想象一下 有没有这种藏的这种感觉 这首诗呢 其实啊 和咱们整节课的一个内容上 都是有关联的 它也是这种藏的东西比较多 这首诗呢 它精妙在什么地方呢 它是比较特别的 它是这种欲问欲答的这种形式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它的情境 松下问童子 谁问啊 假导 在写自己 在问童子 他并没有说自己问了什么 这是非常巧妙的一点啊 如果说 这首诗呢 如果说给它扩张而来呢 其实应该还有几句啊 就是 哎 童子 我问你师父干嘛去了 童子说采药去了 去哪里采药了 是吧 它会有这种一问一答的这种 作答的 描写 但是呢 它只前面做了一个总结 松下问童子 没有说它问了什么 而后面童子的三段回答呢 就能向人们解释 它问了什么 这是比较精妙的一点啊 其实呢 这首诗啊 它的语言上 并没有什么 并没有什么特别深层次的含义 描写的就是一个 一问一答的这个情景 为什么这首诗啊 会屡屡的出现在我们的作画题材当中 而且说我们会经常的会吟唱这首诗呢 精妙之首就在一色方寸的语言之间 其实这简短的几句话呢 能够让人啊 心情产生跌宕起伏的这种感觉 大家不要以为说是 这个语言就是比较古朴的 我们来看一下 它到底有了极端的感情波折 首先呢 松下问童子的时候 第一次问的时候 肯定是心里边怀着一种高兴的这种心情 大家想想一下 甲岛那个时候去一个深山老林里面去拜访一个淫者 投者 是一种什么心情 肯定是一种激动啊 满怀希望的这种心情 不像是我们今天去拜访一个人啊 那个时候拜访人他是比较辛苦的 可能要走数月数天时间才能够到达一个地方 但是今天就不一样了 我们有手机有电话 随时打个电话就能知道他在干嘛 那个时候的人啊 他去拜访人 前面肯定希望他在家的 后面童子说 他采药去了 这个时候甲岛心情啊 一下子就跌落下来了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他又问去哪里采药了 童子回答啊 在这个大山当中采药 甲岛心里嘛 又产生了希望 原来就在这个山里 但是呢 童子又回答啊 云太深了 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这就很有意思了 甲岛的心情啊 一下又跌落到低谷 觉得又没有希望 简短的几个语言呢 我们就能从中啊 体会到不同的这种 跌宕起伏的感觉 还是比较的 还是比较的耐人寻味的 这也是大家传唱之间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今天 今天呢 所要绘制的作品呢 就以根据这首诗啊 而来 根据这首诗来 我们来看一下 哎 这个是网上啊 网上很多画家 在上传的一些作品 都是描绘这个 松下问童子的这个情境 都是这个情境 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的多 这个题材呢 还是大家都喜欢去描绘的 都是一些云啊 一些松树 松下的一些询问 对话的这样一个场景 我们可以看到一点 就是描绘的这个老者 都是一些比较谦卑的 比较谦卑的这些老者 像一个童子啊 一个小孩去 弯下腰来去 仔细的去问 这也能体现出 这个作者对 吟者的一个尊敬 一个歌颂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做的这幅作品呢 就是也是我们的测页啊 山水作品 山水作品 这个测页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整个布局呢 是上了淡色的啊 以这个花青色 还有褶石色 两种颜色为主 颜色上比较的淡雅 画面当中石头呢 还是以山石为主啊 主要是考验 大家的一个什么能力呢 就是画面当中 墨色的一个层次 前中后景墨色 逐层减淡 是它的层次感啊 更加的丰富一点 把这一点一定要体现出来 前中后景 三段颜色的这个墨色啊 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后面最远上的这个墨色啊 都要有一个油浓 简淡的这个效果 其次呢 就是我们在云雾上面刻画 云雾上面刻画 这个云雾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是有这种 和山石的一个自然衔接的 这点是非常的重要 画云呢 可能对于前期来讲的同学嘛 都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点啊 这节课呢 老师啊 就带领同学们 一点一点的 把这个 把这个云啊 咱们给攻克掉 发出 第一节课 同学们云就发出 这节课呢 云啊 我相信大家 一定不会再发出 好 那咱们同学们 来准备好 大家的东西啊 跟着同学们 跟着老师来画一画 好 能够看到老师双手的同学啊 给老师回复一波数的一 这个呢 就是咱们的这节课的案例啊 这是咱们的这节课的案例啊 老师呢 是事先画在卡纸上边了 卡纸上边了 因为呢 也是为了一个更好的 一个画面呈现 因为呢 这个侧验啊 它是稍微要皱一点 稍微要皱一点 这个卡纸呢 拍出照片来 比较的平 比较的平 大家可以看到啊 整个的画面 卡纸呢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尺寸啊 就是前中后景的 墨色的一个层次 大家一定要拿几好这点啊 就基本上的问题就不大了 然后左下角呢 这块还会有一个松树 这个松树呢 大家可能目前还没有设计到 但是呢 这里啊 给大家做一个小的 一个课前的预习 到时候等墨童老师课上的时候啊 大家可能对这个松树啊 学起来更加的容易了 尺寸上来讲呢 就是45乘以33 同学们啊 可以实际的先裁一下啊 赶紧裁一下 这里呢 松针在刻画的时候呢 给同学们放大来看一下啊 松针在刻画的时候呢 老师并没有画那种啊 轮型松 轮型松呢 或者说扇形松啊 那种小的一些松针 老师啊 是用一些短小的这种中锋笔触 来模拟这种松针的感觉 它是比较概括的 但是呢 找到它这个墨色的层次啊 整体的松树 它也有这种丰富的这种感觉 松树画了好几次都没有画好 好 那么这节课呢 就带领同学们来画一画这个松树 课程之前呢 还是给同学们啊 先来讲解一下 我们这节课山石所用到的一个村法 老师呢 就把案例放在边上啊 给大家先来讲解一下 山石我们松树的村法 这里呢 还是两个小碟 两个小碟 我们 技术课当中呢 已经学习了这个 四种村法了啊 四种村法了 不像是我们第一节课的时候 只掌握了一种村法 这节课呢 那我们啊对这个村法了解已经非常多了 呃这个这节课呢 我们用到的这个村法主要还是我们的这个批麻村 批麻村 我们可以看到山石啊 很多都是一种线条呈现的这种村法 我们调色的时候 调墨的时候呢 还是以这个 啊 枯比 重墨 进行调试 勾勒山石轮廓线 这种进行处的山石呢 这里啊 就是一种比较方顿的这个轮廓线 进行勾勒 比较方顿的这种轮廓线进行勾勒 然后呢 啊 这个是 中间的一些小的层次 给他交代一下 这个时候老同学们不用跟着老师画 老师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画中的一些 我们所用到的一些啊 一些村法 让同学们能够更好的理解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搭接的地方和上天课一样 也是做一些这种 匹麻村 匹麻村 大家都会啊 村于这个山石中间 村于这个山石中间 来表达岩石这种前后抵押的这种关系 远山的地方 道列是一样的 采用的都是一些长匹麻 长匹麻进行刻画 好 那我们这个山石啊 我们可以放到课中呢 啊 在跟着同学嘛 一点一点带领同学们再画一画 这节课呢 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啊 希望同学们能尽量跟着老师的步伐来进行绘制 拿出我们的测页 今天我们的主角 这个测页呢 有些同学啊 第一次第一次如果说开的话 第一页呢 要保留一下保留一下 然后呢 这是咱们上几个画的 第一页保留一下 然后呢 后面可以再补一下 我们从第二页开始再翻过来一页 翻过来一页 同学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可以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1 先把眼睛看会儿 是的 同学们准备好了吗 好 准备好了 你没有纸上班你都准备好了 可以可以 拿出我们的这个尖号毛笔 中号的尖号毛笔啊 来跟着老师来画一画 这节课呢老师还是进度啊 会稍微的放慢一些啊 边聊和大家边画 探笔跟着老师画 可以 这里先定一下点啊 老师这里先随便来一点墨色 先定一下点 先从近景处的山石 老师这里把案例调出来 先从近景处的这块山石啊 我们开始画旗啊 近景处的山石画旗 两面可以用吗 原则上来讲可以 但是不建议啊 不建议 因为画完之后呢 这个纸张就就会有一些褶皱 而且说背面呢 会稍微有一点透出来 但是纸张还是很厚 不建议两面用 这里呢 定一下位置啊 这里老师拿一个颜料杆 放在边上 同学们自己进行比较 中线 中线靠左一点点 靠左一点点 我们先来点一下啊 点一下 这是我们近景处山石的上方的这个部分 左侧呢 我们给它定一个位置 在哪里呢 大概也是我们中线 左侧 三指到两指这么一个位置啊 这是我们山石的这么一个走向 侧验呢 和我们的升圈指啊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它是装表好了的啊 有点像卷轴 只不过它是折叠起来的 折叠起来的 不用必须用这个啊 这个宣指也是可以的 升圈指都是可以的啊 包括卡纸都行 我们勾勒的时候呢 从外面 最外面的一个轮廓前勾勒 山石的这个走势呢 从上方直接延伸到我们的下面 延伸到这边 顶头 它是一个近景处小的一个 山崖的这么一个感觉 好 轮廓向的地方 勾勒 注意它的这种方折的这种感觉 有一些自然的这种波折 粗细的变化在里面 同学们也可以加入自己的一些变化 不一定按照老师的这个变化来 有一些粗细顿挫的这种感觉 继续呢可以往左侧啊 再加入一个层次 让它更加的丰富一点 小的结构穿上在里面 上面呢 我们在勾勒用线的时候呢 这块地方我们直接勾勒下来呢 会显得稍微的会有一些平 是吧 我们可以高挑一些 有一些弧度 哎 顿错的感觉 这边呢 再加入一个层次在里面 这样的一个线条呢 它是有一些虚实浓淡的这些变化的 起笔的时候呢 老师可能会稍微的慢一些 到中间呢 可能干一些啊 行笔速度放快一点 这样呢 会有一些干湿的这些变化 同学们可以跟着老师来勾勒一下 这里呢 中间啊 再搭接一个层次 再搭接一个层次 这样的用线啊 这个时候呢 用线就不要和这两根线平行了 可以适当的 可以适当的 让它有一些角度上面的变化 看一下 老师这里稍微往它往外扩了一点 让它形成线条上面的一些变化 这边呢 找到一些山石的这种小的这种结构在里面 同学们跟上了吗 来 我们继续啊 继续勾勒 先不用着衣寸擦呢 我们先把这种山石啊 这种体块结构啊 先给它找出来 先给它找出来 这里 中间啊 我们可以再找一个山石的这种结构 用笔前期在勾勒的时候呢 墨色一定要偏重一点 偏重一点 中间呢 可以找一块这种小的结构啊 给它破一下 破一下 让它这种有一种大小块面的这些变化 在中间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轮廓线啊 大致已经交代出来了 缺少一些什么呀 缺少一些村擦 我们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的村擦啊 就是用一些小的 有点雷同于我们上节课的啊 小的这些 哎 竖像的这些 小辅批进行村擦 来表达岩石侧面的这些纹理结构 还有它的一些断层 小的用线 村一村 一会儿我妈用淡墨 一染 它就显得非常的厚重 一染就厚重了啊 小的这些 小点村啊 县村啊 都是可以的 轮廓线的地方呢 是要比我们的村擦 墨色要重一点的啊 但是呢 墨色又不要太过于重 很多同学呢 都有意识啊 说是这个轮廓线呢 一定要比我们的村擦 墨色要重 然后呢 把轮廓线刻画得特别的重 村擦呢 墨色又特别的淡 显得就不是特别的融合了 我们讲究的是 村的自然一点 怎么自然啊 就是它们自然的融合 但是呢又能看出它的层次 这是比较重要的 轮廓线中间的这个侧页中间都有一个折痕啊 可以稍微的填一填 我们在中间用一些披麻村进行村擦 披麻村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个 虚实啊 疏密的这些变化 这时候运用到进来 看一下 先来上几根线条 这里啊 虚起实收 用笔的时候 虚一点 收笔的时候实一些 有一些虚实的变化 线条就会显得非常有层次啊 你要七笔的时候实呢 收笔的时候就虚 七笔的时候虚 收笔的时候就实 这里看到墨色有些均等了 我这里啊 再加一根墨色 使它的层次啊丰富一点 这里继续下面这个结构 再寸一寸 层次感丰富一些 这块地方呢 可以用一些短皮码 来表达一下 甚至呢 这块啊 再可以再勾勒一个结构 再勾勒一个结构 使它的轮廓线呢 更加的墨色重一些 不停的调整我们的墨色 然后呢 在中间用一些披麻村 加一些村法 侧峰啊 可以擦一擦 连它在村进行塑造 这样一来呢 这山石它就有层次感了 有纹理结构在里面 其实我们村叉 村的是什么呀 就是让它为了看起来 有层次 有体积 有质感 这就是我们村叉的一个目的 最根本的一个目的 这块地方不停地加墨色 使它看起来厚重一点 厚重一点 同学们在刻画的时候啊 一定要注意这个墨色的一个变化 看老师这里中间的地方 墨色要稍微的淡一些 为什么呀 因为它也是有这种阴阳的这些变化 左侧呢它为阴 中间为阳 它是鼓起来了 它有一种鼓起来的这种感觉 右侧呢又为阴 这样呢 山石就会有层次感了 这节课呢 还是有很多的新同学了 是不是 中间的这些匹马嘴 同学们跟上了吗 是不是都在画呀 我看这个弹幕上面啊 并没有什么问题 同学们是不是都在画 再加重一下墨色 中间的一个轮廓线啊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自己的画面 画面 中间的这个结构线 还有轮廓线呢 如果说被我们这个匹马村啊 给搞混了 一定要复勾一下 使它的这个墨色啊 更加的稳厚一点 凸显出来 可以 可以啊 这个 辅劈村也是可以的 你看老师这里啊 这里 都是用一些辅劈村的这种小笔数进行刻画 但是我们一染 等稍微干一点 因为同学们如果说用纸张比较深的话 现在应该是还没有干透啊 所以说老师画的也是比较慢 比较慢 等一下同学们 千万我们 比如说在染色呀 点台 等等 擦染的时候 一定要等上一层墨色 烧干一些之后再进行浴染 要不然很容易啊 很容易就浴染了 石头墨色 一次过画的深色些 可以吗 不想复勾 当然可以啊 当然可以 复勾的话 会是为了不断的调整你的画面 一次性达到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只要你看看你的画面它是有层次的 它是有层次的 有点加 加 好 这里呢 擦成这样 擦成这样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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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啊 这里啊 再用一些淡墨 再擦一擦 先看会儿再画 可以 调淡墨的时候 笔尖 勾一点点墨 很多同学啊 说这个淡墨比较难调 其实很多时候的淡墨啊 并不是调出来的 而是笔尖自然的这个墨色变化出来了 刚才呢 我把笔尖上墨色啊 用的比较静 这里啊 就调一点淡墨 看现在盘子中间是淡墨 这个墨色啊 一定不会特别重 因为盘子里面它就没有种色 是不是 我们在结构的地方呢 稍微的擦一擦 是为了什么 为了更加的厚重 尤其是这个 尤其是这个阴面的地方 同学们在画辅批寸的时候啊 这个问题比较的严重 就是我们辅批寸 这个笔触啊 在暗面的时候呢 不停的擦 不停的擦 中间笔触啊 会留有很多的这些 小的这笔触 形状下来的白点 这种白点呢 如果说太多的话 就会造成我们的笔触啊 特别的乱 它没有层次 暗部的地方 我们的墨色啊 统一的让它 压下去 就把亮面就给凸显出来了 它的笔触啊 它是比较融合的 调一些淡墨 这块地方 墨色是比较淡的 我就在这块地方调 擦一擦 使它更加的厚重一点 这样山石的这种啊 耸力的感觉也能够凸显出来 先用这种淡墨啊 统一的擦一遍 擦一遍 然后呢 再一会儿再用重墨啊 再压一压 因为这个画面呢 如果说采用墨色啊 染的比较重的话 显得会更有水墨的这种韵味 染的时候要烧干一些啊 烧干一些 这才进行染 我这边染的已经差不多干了 染一染 山石呢 显得会更加的统一一些 这里的墨色还不够 一会儿啊 逐层的再加入一些墨色 再加入一些墨色 找一下画面当中大的一些结构 在里面啊 好 这里呢 我们这块石头啊 暂时可以放这儿 先晾干一下 晾干一下 同学们对这块石头来讲呢 跟上了没有 并不是很难啊 这里的技法呢 大家这回都学过了 都学过了 我们学习了四种村法 披麻 这个腐批 折代 荷叶村 都学习过了 都学过了 其实哪种村法呢 在第一节课咱们就说过了 并不是特别重要 它只是一个笔墨的形式在里面 我们是为了用它来塑造山石 而不是说我们要刻画哪种山石 哪种石头的村法 跟上了 跟上了就可以啊 刻画的时候 小心的收拾一下就行了 形状 没必要和老师的造型是一样的 这里啊 觉得墨色还不够 不够呢 要加一加 但是这里还没有干啊 天气这么干燥 还没有干 再等一等 再等一等 我们 同学们也要等一等啊 不要太湿 往上面滑 就阴了 这里呢 老师啊 先带领同学们 把这棵树的位置啊 咱们定一定 把这棵树的位置 找出来 它在什么地方呢 整体上来讲 它在画面 山石的这个部位啊 它是有一根枝条啊 探出来和这个人物啊 形成一个呼应 这个松下问童子啊 这个松树呢 和这个人物啊 之间要一定呼应的感觉 刻画的时候呢 我们的高度啊 高度大概呢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哪里呢 同学们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这个画面当中的十字线 高度呢 大概就是中线下方 中线下方 偏 三指的一个位置啊 定一个高度 松树的一个三到四指的一个位置 定一个这个高度 这个松树刻画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是琢磨谷的一个形式 并不是我们的双钩 只是45乘以33到32 给同学们先来在边上的纸杖啊 先来勾一下这个松树 莫谷形式的一个枝干 到底应该怎么画 可以等一下同学们 刻画的时候 笔尖调色 笔尖调色也是重莫 一定要是重莫 可以看一下老师的笔尖上的墨色啊 是非常的浓重 非常的浓重 这里的水分啊 不要太干 不要太干 太干的话 因为我很多情况 我是要一笔把这个树干给它勾勒出来的 太干的话 我行笔行不了太多 就停掉了这个墨色 不是特别流畅啊 我们刻画的时候呢 这里从树根往下是可以 从树冠往树根都是同样的 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是倾向于从上自下 从上自下勾勒树枝树干的地方 我们先把上面这个小枝 先画两个小枝 然后呢 虚毁下来是一个老干 走势呢 大概是先往右回转 往左最后往下 这么一个姿态 刻画的时候 注意它的这种提案变化 开始往右下回转 这就是我们的质感 可以看到 同学们啊 尽量让它调整成什么姿态呢 上细下粗这种质感 看起来会更加的有力道 我们的树都是树根稍微的粗实一点 这个在我们后续会学到点顶的树木 包括莫童老师会教大家画一些 不同种类的一些柳树啊 还有松树啊 都会学到的 这节课就跟着项之老师呢 先来感受一下这个松树 打至着一个苍老囚禁的这种感觉啊 它是一定要顿挫在那边的 同学们也可以 在我们在画面当中正式画的时候 可以同学们在这张纸上 先勾勒两个这种主线 刻画的时候看 它这种走势一定要有 走势一定要有 这里小枝我们先不用着急去加 我们可以再调整一下这个枝干 虽然是莫谷 但是我们可以 可以再加一个层次在里面 显得这个边缘更加的有力道 这是可以的 这是可以的 然后呢我们也是调一些众墨 笔呢不要太阴 因为这个我们拉不了那么长的线条了 我们在干什么 画一些这种小的枝干 小的枝干 可以 出枝 松树的枝条呢 它因为这个重量的原因啊 它很多情况下呢 长出来它都要碳下去 这也是松树的一个特征 它先往上面找 然后再弯下来 像我们的黄山的这个迎客松啊 它是比较特征的 它是靠近石头那边 它没有松树 而右边呢伸出一个枝条来招揽远方的这个客人 还是比较特殊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 继续往下面刻枝条 上面有一个提案的用笔 顿挫的这个线条来表达枝干 上面呢 还可以有一定的穿插下来 是松树的这个小枝 用笔呢 这种提案变化 提案变化 还找到它这种粗细小枝 是先上条 然后右下面回转下来 左边也是一样的 左边出枝呢 我们这样的逆风走的话 可能有点不顺手 我们可以从左往右画 可以先定一个位置 先定一个位置 是这样的一个走势 给它们先画一看 用笔多变化 苍老囚禁的感觉 带入里面 这些小枝呢 都可以往外面出枝 松树的这些小枝呢 它出的时候 它是有一种 下来的这种弯曲弧度 一根一根的叠压 坑化的时候还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这个 衔接的地方一定要结实一点 一定要结实一点 这块地方一定要结实 每一根枝条 衔接的地方都要结实一点 好 继续 右边的这根比较茁壮的质感 上面来几根顿挫的用线 体会一下笔上的弹性 起形收的用笔 一定要体现出来 这里同学们掌握不好 掌握不好 多练习一下 到技术格当中莫同老师还会仔细详细 给大家讲解这个起形收的变化 这里先跟着像只老师先来预习一下 先来预习一下 这里上方 再 回转下来一个枝条 和这个枝条可以有一定的焦点 一定焦点 到时候会在上方出一些松针 松针的刻画 我们这个松树呢 在这里就不画太多了 这个出枝呢 我们就先不出太多了 我们来勾一下这个松针 松针刻画的时候呢 这里不用那种 正常来讲呢 我们可以古画很多古画呢 我们画松针啊都是这种 比较尖锐的这种线 小的这种用线一层一层的进行铁加 小枝最难的 怎么画的努力啊 这里老师一会儿再演示一下 这里的松针 这是扇形的 还有轮型的 跟这道理一样 今天呢我们要刻画的松针啊 就是在树枝上方呢 用一些这种短小的这种用线 还需要兼顾到它的疏密啊 能办的这些变化 来模拟这个松针的这种变化 然后呢上面还需要加浓 加浓 一层一层的叠加 把这种松树 针叶的这种层次感厚重感 给它凸显出来 一如咱们画的时候呢 跟着老师啊再来感受一下 这里小枝 在刻画的时候怎么让它有力 同学们看一下 老师的这个用笔 用笔 三个枝条 演示一下这个用笔 可以看到有一个什么明显的特征呢 老师前面是顿了一下 然后呢 起 是有一个明显的收笔的这个动作 很多同学画的时候呢 以为这个小枝比较小 我力度轻一点 力度轻一点 这样是不对的 我们一定要把笔按下去 扎在纸上 然后拖笔要能够收住 有一个这种起形收的变化 千万不要把小枝甩出去 千万不要把小枝甩出去 这样的线条 同学们看一下 它是没有力度的 甩出去的线条 它是没有力度的 看见没有 同学们 放的这么大 同学们能够看清楚了 甩出去的线条是没有力度的 再来一根 它是没有力度的 一定点是起形收的这种线条 才是非常的有力度的 同学们一定要兼顾到这点 看每一个收笔 每一个收笔都会有一个收笔的动作 就像是我们写书法一样 为什么很多老师都在给大家说 让大家建议同学们练书法 练书法练的是什么 练的就是空笔 用笔的一个力度 好 那我们对这个松树 松树就先画到这 我们放在案例当中 再来 再来 老师画的慢一点 没关系 都能够跟上 好 来 调一下墨色 调一下墨色 笔尖重墨 同学们 一定要是重墨 非常重的墨色 一变到位 一变到位 刻画的时候 也是跟我们刚才给大家演示的一样 都是先从竖冠开始 来 给同学们先来勾一下 几个枝条 非常简单 大家随意一点 随意一点 但是要注意 这个笔式的一个弯曲 它是这样长下来的 而是我们是这样画上去的 一定要注意 到这个地方停住 顿一下 顿一下为什么 因为要画这个枝干的一个走势了 到时候会和我们的笔 衔接一下 老师要画的时候 肯定就会连贯下来 一气合成了 这里给同学们分布画一下 分布画一下 然后让同学们能够很好 能够跟着咱们一起画 画完这个枝条的时候 然后我们到这接住 按提案用笔 继续大胆的提案 一定要大 尤其越到根部 按的越实一点 老师 已经把笔 已经发挥到极致了 按不动了 按不动了 怎么办 收笔 这样的一个变化 体验在中间 越到根部越粗 这些提案的变化 它是比较的自然 随形的 千万不要扭着这个笔间走 画的时候 你的笔 不是画到这之后 就撇过来画了 而是顺着它画 但是加入一些顿挫 提案 这些用笔在中间 是需要同学们 主观进行控制的 不是说我们刻画的时候 闭着眼睛 随着笔进行画 而是同学们要主观进行刻画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复构一下 为了让这个数目 看起来更加的 有力量 老实话的 这个粗壮一点 根部 看起来更加的结实 这样的 我勾了一笔之后 它会有这种莫测的变化 你看前一笔在这 它是莫测比较淡的 后一笔 我加了一些重色 衔接在中间 它就有这种浓淡的变化 好 我们跟上了没有 同学们 两笔 两笔 中间还可以再复构一下 复构一下 可以有这种莫测的阴阳变化 在中间 这是一个最极致的一个追求 因为有浓淡的变化 它会有这种阴阳 像石头一样 它有体积感 体积感 上面呢 这块枝条确定好了 我们可以啊 丰富一下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上面 再出一个枝条 像我们后面数目会学到什么呀 数分四起 前后左右 上下都要有这个处置 这在双勾的时候 表现的极为的明确 我们在后续的这个基础课当中 都会学到 来 上面这个树冠 课好完之后 继续往下面 先来出一个枝条 用笔随意一些 几个小枝条 有粗有细 有大有小 它是这种笔 它是这种 一层扣着一层 这是笔式 顺下来的这个结果 稍微的连接的地方呢 要粗实一点 这里还可以稍微的勾一下 勾一下 连接的地方 每一个小枝和老干连接 厚实一点 老干和树干连接 也要让它厚重一点 这块 左边这块啊 来一个 我不小心点了一下 点了一下 我觉得就从这儿开始画 就从这儿开始画就可以 这里 好 这个提案的这种用笔用线 加几个这个小枝在中间 苍老的这种小枝 不需要加太多 如果说同学们掌握不好的话 不需要加太多 因为咱们画完叶子之后呢 还可以再填一填 那个时候再填呢 就会使它的这种墨色和叶子 更加的衔接的紧凑一点 前期就是先找它的这种大型 先找它的大型 这里我们继续往下 继续往下 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小枝啊 这块比较最主要的这个小枝出出来 这个小枝呢 它是在这个树的上面这个树叉啊 下面这个弯折的地方啊 出枝 然后呢 出在什么地方呢 大概 超过我们的中线一点点就行了 超过我们的中线一直 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因为啊 它是要探出去 和这个人物有一定的呼应 松柏呢 它这个树枝啊 它是非常的有味道的 因为它是伸出去的 伸出去的这种感觉 一定要长短这些变化 我如果和上面这个枝干的画的一样长了 那么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没有什么意思了 我们来勾勒这一根 也是先勾条 然后在右边沿站下来 好 走 走 体验 注意下面 有一个这种走势在中间 这个地方呢 我加几根小枝 下来 上面呢 还可以 甚至往这架都可以啊 小枝 提现出来 好 这块呢 一定要勾一下 让它和这个树干有一定的衔接 衔接 右边 右边已经出了有两个枝条了 左边一个啊 显得不协调 我们再来一个 这块 随形的来一根枝条就可以了 因为这块的话 一会儿点一的收益是让它墨色稍微的淡一些 不要让它太重 重心的还是放在这一根枝条上面 稍微让它淡一点就可以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树冠的一个姿态呢 大致我们就确立下来了 有这么几个组织啊 这么几个组织 但是呢 还不是特别的丰富是吧 我们可以再来加一加 比如说上面这块距离 和左侧的这块距离呢 有一些均等 我们就可以在中间呢 适当的 再来给它破一下 到处一加完叶子啊 看起来就会更加的协调了 包括这块地方呢 显得有一些空 我们都可以 都可以啊 加一些 小枝 一会儿可以 也画一些松针 也画一些松针 但是呢 墨色要稍微的淡一些 不要太重啊 不要太重 好 那我们这个松树啊 画一画 然后呢 可以等它烧干一些 烧干一些呢 再给它填这个松针 我们这里啊 这石头已经干了 上节课也是啊 想说老师比较 善于节约时间 这个云雾 画一会儿云雾 画一会儿山石 这节课呢 也一样 咱们画一会儿树 再来村一下这个石头 这个石头呢 墨色干了以后啊 会稍微的淡一点 稍微淡一点 尤其是如果说 同学们在比较生的纸 水分比较大的话 干了以后呢 颜色会墨色简单的特别的多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 稍微的再让它厚重一些 墨色呢 再加重一点 这就是连村带擦了 但是呢 我这里墨色啊 不要比我之前村的墨色还要重 我这里加重啊 是为了让它加的浓重 让它加的浓重 你比它再重的话 那么就把我们之前村的摩测 就给覆盖掉 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看这里 我这样再加入了一遍之后 它会显得更加的厚重一点 你可以先在不起眼的地方 先来一笔 看它硬不硬 如果说硬的话 就是尽量不要 尽量不要 现在就开始展 或者说是再加重 否则的话 你会把你的这个 之前画的这个就晕开了 不要太多的晕 晕开以后呢 就会显得你的山石啊 它没有层次 没有这种硬朗的笔触 这是上节课云雾 很多同学出现的一个 普遍比较多的这个问题 他都知道用笔要果断 而且说呢 造型上呢 都把控的很好 浓淡变化也都能够体现出来 但都是每一笔啊 每一笔都是湿笔 显得就会山石呢 它会非常的绵软 云雾啊 它也是非常的绵软 如果说每一笔都是湿笔 看这里 墨色均等了 这块地方 我这里啊 填上一根重色的线条 哎 勾勒下来 把它的层次就凸显出来了 绘画的过程呢 就是要反复的一个调整 这块地方呢 不一定和我们的原画是一样的 但是呢 我们要反复的进行修整 让它看起来呢 也是一幅完整的这个作品 这块都可以再加一些小的这种结构 把这个树干衔接 先接 好 同学们 怎么样 这个树干勾完了吗 树干勾完了 山石 如果说根据同学们的情况 可以再调整一下 调整完了之后呢 咱们还可以 就可以往下面继续画这个松针了 松针 好 这个石头啊 我又画了一遍 显得比刚才更厚重了 比刚才更厚重了 这里啊 先放在这儿 放在这儿 我们可以把这个松针画一画 这个松针画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 它是有一种扇形的这种感觉 像扇子一样 一把把扇子粘在我们的松树上面 造型上一定要把控好 我们这里啊 注意 我的笔啊 它是比较干的 而且说墨色比较淡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我这一笔下去 它是比较的枯 比较的淡 这样的感觉 调色的时候 也是同样的 墨色在这里啊 用这淡墨就可以 为什么要先用淡墨 我认为前期来讲的话 先用淡墨再加重 还是非常容易的 而且说容易调整 其实先画重墨再加淡墨也可以啊 但是如果说同学们重墨画不好 那么就很容易 很容易出现问题啊 很容易出现问题 这里来 先用我们的淡墨 笔封可以稍微的散一点 稍微的散一点啊 来 先找到它的这个形状 老师先画一层淡色的这个形状 前期呢 用笔稍微的轻一点 轻一点 是为了先找一下它这个大型层次 也是为了给后面增加一些淡的层次 我们这是一组 上面呢 还可以 最顶上呢 还有一组 一定要分清啊 分清 先来一层淡的层次 这里呢 看啊 左边还有枝 左边还有枝 怎么办 我们再来 加一组 像是小松树啊 长了头发一样 先是小绒毛 是吧 先是小绒毛 小毛 以这种方式呢 我们继续往下 同学们的笔啊 可以不停 不停 因为这样的话 莫测衔接会更自然 哎 后面呢 可能就有一些擦的笔数在中间吧 去微型瞬间起来 小的这种淡色形状要找到啊 形状要找到 找到这个层次 在树枝上方 在树枝上方 进行擦 擦这种小的真叶 继续往下 这种淡漠呢 同学们画起来啊 就更加的大胆一些了 因为啊 它是前期的一个准备工作 先擦一擦 找到这个形状 这边呢 也是一样的 都可以来上一些淡的笔触 这样的小笔触也可以 来模拟松针的那种层次感 如果说这一棵松树啊 如果说用那种松针的那种刻画的话 去勾 那可能勾个几分钟到几十分钟 都是有可能的 非常非常的繁琐 这个呢 在道实话 由咱们的这个云云老师 莫同老师 带领大家们 来勾一勾 来 这块 好 上面啊 给它来上一些淡色的这个层次 造型上呢 你不用每一笔啊 都跟着老师去画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而且说你不可能跟着老师 每一笔去画 你需要做到什么呢 要随着我们的树枝的这个形状 而且说呢 你心里面要有这个松树的这个大型 你看一下我这里 它是有一个这种扇形的一个包裹 到时候我加上重色之后 它是有层次的 这里也是一样的 我随着这个 这个松针 它是一个这样的形状 这块呢 又是一组 上面呢 又是一组 它是有一定的这种叠压在里面 像我们的女同志啊 可能更加的了解一下 有点像刷眼睫毛 刷眼睫毛的那种感觉 上面 一些小的淡色的松针画出来 左边是一样 这边的墨色要稍微的淡一些 不要太重啊 不要太重 稍微的给上一些层次就行了 看这里 已经墨色已经很淡了 墨色很淡 稍微的再加一些棕色 这块地方呢 你看我笔上啊 正好是淡色 正好是淡色 我可以给画面当中啊 再丰富一下 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有一些空 稍微的加一些 这块啊 零零散散的 加一些这种淡色的这个小的松针 在里面 笔触呢 造型上 可以用一些偏散风的一些小枯笔 也可以用一些小点液 小的一些中锋的小点进行塑造 造型上的没有拘束啊 没有定论 没有拘束 就是为了模拟这种语点啊 这种松针写意的这种画法 我可以加一些 加一些 然后呢 画完之后啊 还是要等烧干 等烧干一些 因为上面的话可能已经干了 下面的话 你如果上面立马叠加的话 还会有一些阴 阴不是说不好 同学们 很多时候有人误区啊 老师一直在强调阴 阴了就不好 阴了不好 阴了可不是不好 你要会用这个阴啊 有的人 比如说这种泼墨 他这种阴的这种感觉呢 就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但是呢 我们要能够用好 它会使我们的画面上升 用不好的话 就会显得有一点软 绵软 这里 我这里啊 再调一点重墨 大家看一下 淡墨放完之后呢 来一点重墨 这就墨色要比刚才要重很多了 刚才要重很多了 然后呢 在已经烧干一些的地方啊 可以 加松针了 松针刻画的时候呢 坚固到笔处之间的这些树米节奏 大的这些树米节奏 中间可以先有些间隔 先来几笔 先来几笔 使它有层次感 左边呢 可以来一些比较跳跃的这些笔处 这一组显得它的这个形状已经凸显出来了 它是这种偏扇子的这种形状 然后呢 我们继续叠加 在这块呢 可以叠加一组 比肩 不要太尖 要稍微的顿一点 稍微的顿一点 能形成这种块面状 这样的话 我们的层次更容易表达 比出太小的话 显得会有些碎 继续往下面 有这个重色做铺垫呢 我们上面叠加淡色的时候 就更加的容易了 继续往下面叠加 小的这些笔处在里面 下面这个松针呢 层次感啊 一定要体现出来 因为有这个淡色在底下做铺垫 更容易表现一些 如果说直接去画的话 那么也需要兼顾这些笔处之间的浓淡变化 继续往右边走 这块呢 注意啊 可以来上几个 小的这些小支鸭 探出来 使它更有层次啊 上面呢 可以再丰富一下 多层次的跌压塑造 好 看这里啊 这里层次并不丰富 我为什么停掉了啊 是为了掌握它的大居观 我这里啊 感觉墨色已经有了 我继续往左边给它丰富一下 看看最后连贯起来的效果怎么样 继续往左边进行塑造 左边有淡色了 再加入一些重色 这种笔法呢 这种笔法呢 用起来啊 更加的灵动一些 我说 我是漏风也好 我是藏风也好 都可以啊 都可以 不停的塑造 调整 这块呢 树干 这块有些光 我这里啊 顺笔就加了两笔 继续往下面 这个稍微的来讲呢 会有一些繁琐 但是呢 如果说同学们啊 自己在画的时候呢 可以在课下啊 知道这种方法了 可以自己来画一个 连贯性的画一下 其实觉得啊 并不是特别的复杂 因为啊这里我们 这里啊 是带着同学们一起画 所以说很多时候啊 会有一些停顿在里面 左边 左边 左边墨色都不要 还是以这个中等 偏淡一点的墨色为主 不要加太多的重墨 要不然会太跳 来两笔重墨就可以了 这块也可以 来两笔 下面 好 这个松树的一个大致的一个造型啊 凸显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啊 中间这块地方呢 稍微的有一些空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啊 再加一个小干 和底下这个数字啊 让它有一定的呼应 哎 现在这块就破一破了 那我们啊 在上面啊 加一些松针 画面啊 都是随着我们的及时进行调整 先画重色 再画淡色 可以 可以的 先画重色 再画淡色 也可以 甚至说啊 擦一擦都可以 老师这里啊 擦一擦 显得这个松针啊 上面这种毛刺的这种感觉啊 图显出来 但是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 稍微的来上点 会追求这种笔墨的这种形式 尤其这主要的山石啊 上面可以来一点 我们可以在这个树冠上放啊 这块呢 在整体啊 再加重一个层次 使它更加的厚重一些 主要的这个几个小枝上 松树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再加重几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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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用笔啊 都可以随意一些 没有关系啊 因为这个松树呢 同学们只要把这种浓淡 还有它的造型 主次的这种关系啊 凸显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同学们感觉松枝啊 不是特别的协调 和这个松针啊 不是很协调的话 我们就可以啊 稍微的这样再勾勒一下 这个时候再加呢 就比较简单了 和我们的松针啊 串联起来就可以 老师这里啊 衔接的还行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自己的这个画面 尤其是我们这块啊 都可以探出一点了 探出一点了 小枝显得会更加的生动 是吧 好 这个松树啊 你写意的这种松树 体现出来 同学们可以啊 收拾一下 把自己的这个松树呢 形态造型上 这种顿挫感 体现出来 然后这些小的松针呢 看着 加一加 就可以了 并不是很难 包括啊 这里啊都可以 有时间的话 咱们都可以再丰富一下 这里呢 老师啊 有点工整了 需要找关系 破一破 用墨的层次很有意思 不到最后效果 我都做不出来 那当然了 我们绘画讲究的是一个效果 绘画这个东西啊 它是最有意思的 你无论你怎么说 你最后的画面啊 才是应道理 有个同学说啊 我的作画过程多么的华丽 多么的潇洒 但是呢 最终还是要砍画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松树啊 大致姿态呢 可以先这样 可以先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还是啊 慢慢的进行收拾啊 这里呢 老师感觉还可以啊 先放一放 我们继续往下面推进 继续推进 要画什么呢 我觉得啊 近景处的这块啊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把远山呢 也定一定 远山定在什么位置呢 这块石头啊 我们可以把远山的这块石头画一画 这节课呢 因为老师啊 画的比较慢 就想跟同学们一块儿 把这个作品啊 完成下来 远山大概的位置啊 差不多在这里 同学们自行的 我这里放一只颜料管 自行的 来 考察一下 远山在勾勒用线的时候呢 我们这里啊 用的是这种 中锋的线条 先给它勾勒下来 先给它勾勒下来 从什么地方勾勒呢 从最左边的这个轮廓线 往右边 逐层的给它推进过去 调色的时候 前面的这块山石啊 墨色是最重的 往上面呢 逐层见淡 而这块山石里呢 我起比的这根线 是墨色最重的 调一下墨色啊 先来勾勒 一根线条 拾起虚收 一定要兼顾这个虚收的变化 还是同样的啊 现在来讲呢 你如果说这个线条呢 没有变化的话 也不要着急进行 现在进行复勾 现在进行复勾的话 会使你的线条呢 你会和山石不融合 我们可以啊 先整体的 先给它刻画下来 继续往右边 一根线条 下来 其实就是一种 拾起虚收的用线 兼顾一下这种变化 中间一些小的顿做变化 自己去拿捏就可以了 中间我们可以找一些 山石的这种结构 在中间 继续右边 它是一种山形 偏有倾斜度 平头的这么一个山石 下面呢 都是虚收 我们所有的用线都是虚收 中间呢 再来一些小的这种结构 小的结构 长匹马 顺下来就可以了 继续往右侧走 好 这块地方呢 可以看一下 造型都是这种 稍微倾斜一点的这种感觉 中间呢 都可以再加一些 小的这种结构 在中间 就用一些这种 长匹马的这种感觉 龙线勾完呢 我们在里面加村 村的时候呢 就是一些 持起虚收的用线 我们这节课 第一节基础课 我们就学习了这个匹马村了 拾起虚收的这个用线 这个同学们应该都能够画出来 虚收用笔偏干枯一些 可以看到老师的这个用笔 都是比较的干涩 这种色呢 它不是那种画不出来的这种墨色 它还是一种比较的 比较的顺畅的这种 酷涩的这种感觉 同学们一定要找到这种的一个层次 可以在中间 疏密浓淡的这些节奏体现出来 左边 也是同样的用一些这种匹马村 可以顺势就牵连下来了 包括这块 比如说画出了五指山的这种感觉 一会儿还可以在下面画一个 金豆云 画一个孙悟空 这就不叫松下问童子了 松下看悟空 这块加重一些 这块它是一个比较凸起的这种感觉 所以说我们把这块压的重一下 它会有这种凸起的这种层次 一些长皮马用线 这里老师还是用一些空笔 再来给画面擦一擦 上面留白有些多 擦下来 这种线条里面的这些层次 我们再用重墨给强调一下 这里轮廓线的地方 这个时候我再紧用复构 把墨色给它拉出来 强调出来 包括中间的这一块 用一些囚禁强有力道的这种线条 里面有一些小的这种结构 找出来 好 好 兼顾到它这种虚收的这种变化 一定要是虚收 为什么 因为下面要匀 这块呢 擦一擦 这个是匹马村 同学们 看出来有河野村的影子吗 河野村是描绘的那种山石耸立的那种感觉 同学们怎么可能是河野村呢 我来给同学们说一下 这个河野村 河野村它是 它是这种 这样的 河野村 它是主要强调的是分支取势 同学们 我们这个是匹马村 对 可以这么说 河野村分叉 我们要理解它为什么分叉 有些图片说 河野村描绘的是什么呀 它描绘的是山石的体积吗 河野村是描绘的山石那种 它如果说区分它这种莫测的层次以后呢 它也会有 它也会有体积感的表达 它会有山石这种朝向 层次的这种塑造 就是因为它的莫测 加入了浓荡的关系 同学刚才说自己画的乱 这种乱 如果说乱的话 同学们一定要把这个轮廓线 结构线再找回来 它就不乱了 我们可以试一下 找回来它就不乱了 乱的话就是你的结构线丢失了 线条缺少疏密的变化 好 我们这里山头的地方可以稍微的再压重一些 好 基本上呢 我们先给它放在这里 下面这种虚收的变化 一会我们一块连着这块山石给它找一找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右边的这块山石 连动着给它刻画出来 6块山石我们塑造的时候 就不用像左边似的这样寸 我们用一些这种稍微偏湿一点的笔 带下来两笔 有浓荡变化的线 来交代一下这些 具体它是石头 或者说是这种崖岸都可以 我是为了这块 一个写意的表达 最主要的还是近景处 还有这块山石 还有云雾的这种感觉 这个时候我笔上的墨色就比较的淡了 往下面给它擦下来 这是云雾的刻画 用笔的时候呢 先把这些还是有一点重的墨色 先给它用在石头上面 一点一点的往下面进行过渡 听在笔尖上是那种沙沙的那种感觉 注意云雾的一个浓淡过渡 同学们 还有它的造型 可以稍微的沾一点水 再吸一吸 尽量不要去沾墨 沾墨的话 我们笔上的墨色很容易就会重 因为我们笔上还存留了一点淡墨 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如果说笔稍微有点干 我们可以行笔速度放慢一些 笔上稍微带一点这种特别特别淡的墨 连擦带染 看这里老师注意了云雾的外形 它是有这种凹凸的这种变化 缥缈的这种层次 继续沾点水 这里就在盘子边上特别淡的墨色 上面 来吸一吸 很难吗 同学们看老师用到了特别 难的技法了吗 就是沾墨呀 沾特别大的墨 然后吸一吸 不要太湿 然后擦一擦嘛 然后和山石有一个自然的衔接 有些通圆的云雾是塑造的很好 和山石它不是特别的融合 这里为了达到融合 我这里追求淡墨 继续往上 让老师再画一会 这里老师所有的山这边都是有云雾的 会画特别多遍 你一定能学会 这里上面自然的衔接 这里不停弄个沾水 调淡墨特别淡 千万不要到这个地方 就是这块 特别的淡 特别的细细 我把山石这上面给它 统一的用墨色 给它厚重一遍 现在就自然了 包括近凝处的山石 我这里墨色稍微的重一点 稍微的重一点 再给它厚重一遍 这不是等干了吗 刚才墨色又干了 再给它厚重一遍 逐层的加进去 墨色 是一变效果 所以呈现不出来的 这种感觉和山石是非常融合的 衔接的非常的自然 在中间 同学们也可以找到一些浓淡的变化 比如说我这里稍微的比我这块 这块墨色要重一点 加入一些浓淡的变化 在中间 是不是这块要比这块要多重 是吧 这就是浓淡的变化 非常的简单 并不是很难 好 这块石头 这块地方就不要再动了 不要再动了 等干 等干我们一会儿回来之后 还可以再调整一下 其实同学们也可以直接 一会儿上色的时候 淡花金色 也可以做这些东西 这里老师先用墨色 先画 一会儿用花金色再染一遍 这样的效果看起来 层次也会更加的丰富 这样老师继续往下面刻画 把这块膳石也给它定出来 这块膳石也是有云雾的 同学们不要着急 这块膳石统一的墨色 要比这块要淡一点 淡一点 我们这里调墨的时候 勾一点重墨 也是从重墨开始调 调调调调 调的淡一点 细细 这块山石轮廓 就不要像这里 勾勒得特别的清楚 调调特别的清晰 我们这里可以适当的放松一些 写意一点 一笔下来 左侧 可以 中间的这个结构呢 莫瑟可以稍微的重一点 两个结构 中间一个大街 继续 这块就是来上几个结构就可以了 下面是云雾 这块山石勾勒起来非常的简单 所以这块也是用一些披麻村 甚至说擦一擦都可以 我这块直接擦一擦 都是可以的 这块用笔啊 非常的放松啊 因为它是远深 对比也要让它偏弱一点 这俩都是淡色 为了给它加一点层次 那我这里来上一笔重色 把中间的这个结构啊 给它凸显出来 这个云雾很难表达吗 来一会儿老师再来 再来表达一遍啊 来塑造一下 这块山石 很简单啊 你塑造的也不一定跟我的一样 你甚至 你的那个形啊 自然一些之后呢 随形的那个形啊 可能比我的这个还有好看 连村带擦 先搭着就带过了 这块呢 我可以让它墨色 再重一点 调一点 稍微重一点 墨色啊 给它擦一擦 省一些大鼻鼠 好 远山这块啊 表现成这样 继续把我们这块山石啊 连带着给它 寸探出来 这块山石和这块山石表现方式啊 都是差不多 比较随意 我可以来上一些这样的结构 哎 顿挫 交替的这种结构 带下来 用笔啊 放松一点 因为它不是重点 它只是为了画面呢 和我们的这块啊 纸张边缘啊 更好的一个融合 好 这个时候呢 再擦一擦 笔上还有一些墨色 再擦一擦 然后沾一点水 把笔上这些重墨啊 洗干净 可以啊 继续啊 可不可以俯坯再勾勒 可以 都可以 甚至说就来几个大的俯坯 都可以啊 主要目的是 这种墨色的一个变化 同学们拿捏好 这幅画其实就已经呈现出来了 你看我们第一阶格画的那种田园的那种诗 画的非常的简单 那些小的菊花就勾勒一下就行了 主要表达了这个意境 我们诗意山水呢 主要的是我们的这些画面内容的一个呈现啊 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的画面当中一个完整的呈现就可以了 并不是说每一块山石勾勒的有多精巧 多细致 像是工笔一样 不需要 可以看一下老师这里画云雾了啊 云雾塑到的时候呢 我们笔上的墨色极其的淡 淡到我们不仔细看的话 好像有一点看不清楚 先找到它的这个形状 看一下这个云雾 我是准备 这块地点 山上扬 再下来 再上扬 再下来 它是有一种这种气脉连贯的这种感觉 可能同学这个云雾啊 用笔是比较的松散的 它的用笔啊非常的放松 这种用笔啊非常的放松 但是每一块是一块 中间没有连贯性的东西 他以为这样的话 云雾就是非常自然的 同学们一定有一个误区 就是我们村的地方不是云雾 其实真正的这块留白才是云雾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留白的地方才是云雾 村的地方呢 只是云雾比较稀薄透过去 会有一些重色 云雾比较浓厚的地方呢 它是啊 墨色它是比较重的 它是留白的地方才是真正云雾 需要表达出来的这种感觉 很多同学村云雾的时候呢 村的太多 这样的话会造成什么效果呢 尤其是比如说 我们第一节课披麻村的时候啊 很多同学把这个远景处的山石啊 画得比较大 底下的云雾啊 村的特别的多 这样呢和我们的这块底下的 山石啊紧紧的接在一起 以为云雾非常的浓重 其实呢没有云的感觉 就因为它留白啊 都给覆盖掉了 都给覆盖掉了 那么就没有云雾 而且还显得特别的闷 这里用一些枯笔啊 慢慢的擦下来 擦的时候呢 脑海中想象到的云雾趋势的变化 用笔 枯色 红淡 慢慢里面一点点找 你的笔尖墨色淡 当然好调整 水分也不要太大 太大的话下去就阴了 更不好找 这块啊 虚实的变化 很难吗 同学们 这个云雾啊 我觉得不难 还是同样的和山石呢 要自然的衔接 怎么自然的衔接 调淡漠 衔接上去 包括上方都可以染一染 这样的云雾感觉就凸显出来了 甚至说我这里笔尖上是淡漠啊 笔尖上墨色比较淡 我这里啊 都可以来一些用 这块地方看的比较清晰 用笔 就是浓淡的变化 不要太实 不要太重 学留白 主要是也是造型啊 造型是关键的 云雾的造型 不要把云雾的造型刻画成这种 特别 这是山石啊 成这样的朵朵白云状 就不好 有点像帽子 看一下老师这个造型啊 他就有一种自然的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需要怎么去学习啊 同学们 需要咱们经常的练 而且练的时候脑海中要想象一下 想象一下这种云雾自然的这种感觉 追求笔墨的一个变化 都可以随意加一加 这种画面就连贯起来了 云海的感觉凸显出来 笔很干很淡 也不会说一下上去之后 云雾就中了 其实非常简单的啊 同学们也可以在纸上试一试 在纸上试一试 主要还是我觉得难的地方 云雾怎么和山石险基 还有云雾的形状是比较难的 其实墨色 同学们都知道 云雾的墨色是很淡的 来继续把我们的上面这块山石啊 再来再来刻画一下 这块山石也属于后面所剩下的比较重的这个山石啊 一会啊 一会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再给同学们再来演示一下这个云雾啊 现在咱们先把这个山石啊给刻画出来 这块石头了啊 这块 这块石头呢刻画的时候要更加的协议比他还要协议 就是我们常说的画面当中一个整体节奏 翔略的一个对比 近几处你看咱们刻画最少有三四遍了 这块地方呢有两遍了 这块地方呢咱们就染了一遍 这块地方呢我可能就是 大笔 三笔 四笔 下来 我在中间 再找一些结构 再来一些淡色 戴一戴 我觉得这块山石啊表现出来了 我觉得可以了 很好 就是几笔下来嘛 但是这种浓荡的变化 你不觉得它会显得特别的突兀 或者说怎么样 因为它是隐藏在我们的后面 隐藏在后面 不需要对它现在做太多的处理 因为刚才那几笔下去 水分确实稍微的有点大 再在里面擦的话 很容易就把它晕开了 所以我们这块地方先放一个 干嘛呢 我们来把远山刻画一下 喜欢山水啊 山水画其实同学们学习 这个是已经第四节课了 第四节课的话 我觉得同学们学习了这几种村法的话 多多少少的对笔墨形式上 都一定的了解了 其实山水画无非老师每节课都在强调 山石这种阴阳相悲的关系 是吧 还有前后的这个空间感 其实就是这些东西 没有太多的东西 其实第一节课就已经能把山水缩的东西讲完 但是呢 同学们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你可能十节课二十节课 你都可能对一个东西理解不了 但是你如果说对它真的有一天理解了 你会能上升很高的一个层次 我们学习的感受的只是 感受只是笔墨上不同的一个形式 其实内容上都是差不多的 我们来刻画远山 远山 远山塑造的时候 看一下老师盘中的这个墨色 对比一下它是比较淡的 比较淡的 老师再给同学们再调一遍墨色 把笔上的墨色洗干净 蘸一点水 一定要蘸水 蘸水挂一挂 不要稀了 因为我们刻画远山是需要有点水分的 挂一挂 但是不要让水特别的充足 特别的流了就不好了 调一点重色 调调调调调调 往后面拖 拖着调 调到这 好 挂一挂 稍微的笔尖再蘸一点点重色 这时候的笔下去之后 它会有浓淡的变化 看一下我点了一下 它有浓淡的变化 这个时候我刻画远山 我测躺 把笔封测躺 时间沾点水 过渡下来 笔触上面有些变化 很好 远山并不是很难 但是很多同学 远山刻画的时候 都感觉远山不自然 为什么呢 都是因为没有墨色的变化 远山是山顶的地方 墨色要稍微的浓重一些 山脚下方要虚一点 两笔下来 过渡下来就行了 这样的会和我们的云雾 包括远景处的景观 都会更好的融合一些 我调墨的时候就蹭一点重墨 甚至说我用大笔刻画更好 更好这里的笔 太小的话很容易上去之后 太深的话就晕开了 下面过渡下来 过渡下来 过渡下来 自然过渡下来 继续 淡一点 仪器合成 我觉得山水画要比花鸟画要简单一点 只有我个人简介 个人简介 山水画因为 花鸟画因为内容比较多 内容比较多 比较复杂 山水画你看似很多的内容啊 其实都差不多 说来说去就是那点东西 相对来讲 还是人物啊 人物还是有一点难度 为什么呢 人物考验同学们的造型能力 远山就是表现 让它有一点墨色的变化 也可以 远山层次丰富的远山就凸显出来了 我们这个时候把笔尖 墨色洗干净 调非常淡的墨色 可以往下面再衔接一点 尤其是远景的这块地方 沾水 笔尖上有存留的墨色的话 沾水往下面衔接一下就可以了 好 基本上远景就这样 并不是很难啊 这块地方呢 还可以摸索啊 再来勾勒一下 背景远山呢 让它有一定的区分 强调出来 好 远山的地方呢 并不是很难 同学们问 刻画一下就可以了 这块地方呢 有两个小人 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啊 松下问童子 有两个小人 这个小人呢 同学们说了 刚才老师说 人物啊很难 人物很难 但是啊 老师说的这个人物啊 一点他都不难 一点都不难 不信啊 你跟着老师来画 所以如果说你画不好的话 你先在一张纸上啊 先别跟着老师画 先再看一下 哎 老师这里勾勒的人物啊 看一看 它是非常简单的啊 并不是特别的复杂 有逼的有眼的 它是特别简单 是一个概括型的这个人物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啊 因为跟小的比 小的比 来确定一下这个云雾啊 云雾的这个下方的位置 来勾勒一下这个小人 非常的简单啊 大概在什么地方呢 大概就是在上方上面的话 有三指左右 三指左右 高度 成年人的高度啊 大概在这里啊 三指左右 看一下有多简单啊 这里 同学们瞪大眼睛 一笔下来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他头上的那个发灸 我们知道文人士大夫啊 他头发都是古代都是扎起来的 男士啊也是长头发 我们这里 一笔 两笔 三笔 四笔 五笔 画一些他的这种头发 圈一个小圆的这个头不要封闭住 因为啊这有一个衣领 好 画到这呢同学们可以跟一下 可以跟一下 非常的简单啊 非常的简单 比啊 稀一点 尖一点 沉稳一些 就是一个圆 圆的这个 头的一个造型 加一个这个小衣领 我们画一下背部 背部更简单 一根线勾下来 不要太长 因为我们古代都是穿的都有腰带 腰带系的地方啊 它并不是说像我们现代人穿的 特别的低 它都记得肚子的这个地方 非常的高 我们来画一下这个手臂 手臂的话 一根线条 弧度线条下来 一下 两下 三下 三下 再来一根 长的 勾勒下来 三笔 连接下来 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啊 并不是很难 像这块 我们也是让它连接下来 下面就是它的这个长袍 长袍一根线 中间来上两个 像是它系的这种腰带上系的这种配饰 好 清楚了 里石头 三纸 这样的一个线条 不需要加特别复杂的细节啊 什么线条的一个提案用笔 同学们只要能够流畅的勾下来 就可以了 流畅的勾下来就可以了 要求并不是很高 好 这里 加一个这个登山杖啊 小拐杖 哎 一个顿挫的用笔 下来一个小头 像是拐杖上面一个龙头一样 下来一个拐棍 这不就是我们的人物吗 很简单啊 并不是很难 包括右边这个小娃娃画法呢 有点小 但是和这个大人啊 画法其实是一样的 一头一边来画一下 哎 一个小啾啾 小啾啾 小孩的头啊 都是特别的小 特别的小 这里啊也可以有一个衣领 小衣领 这里呢 袖子啊 是一样的 一二三 一底 也可以 只要回过去啊 都是可以的 小孩的身体啊 也是比较小 这里呢可以 有一个这种 腰带式的这种小 小层次在中间 下面呢 就是 两个腿 啊 这两个招相互应的这种感觉 可以有一种抱拳的这个动作 很简单啊 并不是很难 线条呢并没有特别的复杂 就是这几根勾勒的用线 也不用画 不用画眼睛不用画嘴 这就是协议 我们常说 远水无波 远山无村 远人无木 我们这里呢 距离啊 画面呢 远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 不会说因为它为什么没有眼睛 为什么没有嘴 啊 只是交代这种造型 这种形式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用这种细笔呢 再勾勒一些小草 这小草的刻画呢 就更没有形式了 我们可以 笔尖 调的稍微重 用酷一点的笔 不要太润 太润的话下去很容易就阴了 你的小草也没有力道 更化的时候呢 可以从山石下方往上面挑 高一点矮一点 注意穿插 这个我们都会啊 因为我们经过这个 基础课当中的一个 兰草的训练啊 都行 都知道这个规律在其中 和那个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山水当中啊 也会经常会用到这些东西 包括这边垂落一点 水落一些 同学们要沉浸在自己的画面当中啊 找到 找到哪里适合添加一些 这里啊 来一些重墨 我这里啊还可以 山石 这里啊也可以弄一下 因为墨色太淡的话 凸显不出来 加一点 尽量让它朝向上呢 大致相同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小草啊 它都是迎风生长的 它大致啊 风向是这么走 它都会这么写 它不会说一会儿 往这边长 一会儿往那边长 就不符合这个科学依据啊 甚至说我还可以上面点一些这种 树像的这种大小的这种混点啊 浴室上面一些小石块也好啊 小的这些台啊都可以啊 这清净处就差不多了 远山的地方呢 上方啊我这里可以画一些 画一些小的这个小树 非常的简单的一些小树 不用画叶片都可以 拉一些横向的这种 这里啊甚至还可以来上一个 写意的表现方式就可以了 加上几个大小的这种 远远景处呢 就来上几个 甚至上方点上一些小点就可以了 好 整体上来看呢 我们的墨稿部分啊就结束了 喜欢水墨的同学们 到这里啊就可以 可以这个不用上色 但是呢我们可以稍微的上一点颜色 使得看起来更加的浮重 上色的时候呢 我们采用这个花青还有褶石 先来一点褶石色啊 来 选用一根 老师这里有选一根偏大一点的比 中号的中号的这个江号墨笔 来 调一下这个褶石色非常的淡 很淡的这个褶石色 不要太重 中间呢还可以再混入一点点墨色 但是不要太多 太多的话颜色就脏了 这里滴上一点墨没有关系 我就从这里开始染 不要染太多啊 褶石色只是一个配色 不要染太多 这块岩石这块呢朝向远处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褶石啊偏一点 有点那种夕阳的那种感觉 远上啊 可以偏一点褶石色 包括进入山石这个地方 让它有一定的冷暖对比 也是用笔不要太实 虚一点 虚一些 颜色一定要淡 不要太重 近景处 山石的这块 顺着我们的结构 插染一下 好 褶石色不要上太多啊 稍微的淡一点 淡一点 染色我相信大家都没什么问题 这里呢再挤上一点花青 在这里 我这里就挤在这个褶石的盘子这 好 调一点花青 这个花青色呢 和这个盘子剩余的这个褶石色呢 有一定的融合 看起来花青色呢 也不是特别的艳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甚至说我中间再加入一点墨色 不要太多啊 太多的话 它就会显得颜色特别的脏了 一点点就够 你看它是稍微的有一点 墨绿色的这种感觉 但是整体还是青色 加水不要太重 染 就是让它淡一点 染色呢也可以多层次的染啊 一遍不行染两遍 很多同学染色的时候呢 也是有一个误区 就是染色的时候呢 我的山石上面染花青 下面染褶石 严格意识上讲没有问题啊 很好 但是呢不要出现这种太明显的分界 你看老师这里染了一点褶石 染了一点褶石 但是我染花青的时候呢 会衔接住 不会让它出现太明显的分界 我们的国画染色呢 尤其是山水 上色呢绝对不是甜色游戏啊 刮干一点 我把这块云雾啊 用淡淡的花青色擦一擦 好 染入一点褶石 加入一点水 颜色 如果说同学们啊 掌握不好 就直接用花青 但是颜色一定要淡 好 老师这里染的时候呢 绝对是跟这个褶石啊 颜色一定的融合 同学们画的时候呢 可以把这个两种颜色分开挤 分开挤 老师就是习惯了 习惯了这个 在一起挤的话 省一个盘子啊 省一会刷 颜色其实不用刷的那么勤 因为这个盘子啊 颜色干了以后呢 湿点水还可以接着用 远深 这里啊 再加一点水 淡一点 预染下来 染色的时候呢 同学们可以细心一点 小心一些 不要让颜色太花 远深一笔下来 都可以给它带过 轻一点一笔下来 注意它这个形状 不过这里 稍微的带一点彩就行了 这是远深 这里进净处的扇是尤其重要啊 我们染的时候呢 厚重一些 注意随着它这种结构 染 诶 好 整理一下这个 山石啊 这里染了一遍 染了一遍啊 等干 同学们要想染第二遍的话 再染 不要现在啊 急于的 说感觉颜色 是不是想笔想中的 肯定要会淡一点 再染一遍嘛 千不要着急啊 等干再染 否则的话 你的颜色啊 水越来越跑 有些东西的颜色 都跑出我们的融合线了 那都是因为 不停的用纸 不停的用笔在纸上花 然后呢 纸也会容易起毛 我们这里啊 还可以用一些淡花青色 山石呢 就染到这里 我们用一些淡花青色 把这个叶片呢 可以稍微的淡一淡 不要太 一定要特别的淡 比我们的山石染色要淡很多 因为要让它看出来 有一定的花青色就可以了 不需要让它真正的凸显出来 有一点就行了 而且说是这个树干上面呢 可以用一点点偏褶石色的颜色 这样过一遍 特别的淡 好 我们的山石啊 染成这样就差不多了 然后这个点鼎的人物啊 你们想染可以染一下 用一些这个褶石色 这个小孩的身上呢 是一些褶石色啊 褶石色调一些花青 不要太多 因为用不了太多啊 是一些偏那种褐色的颜色 并不是特别艳丽的这个 这是啊 偏褐色的这个颜色 随着这个结构染一染就可以 就染它的衣服就可以了 头部什么都不用去染 然后这个成年人的身上 就是华青 纯华青就可以 刮一刮 好 等干了以后呢 稍淡一些 看起来就更加的协调 好 整体的这个画面效果呢 差不多 然后呢 等干 等干的话 如果说同学们觉得自己的颜色 什么还不够特别的厚重 墨色呢 都可以再来染一遍啊 都可以 老师 落款写什么啊 落款这里啊 就建议同学们写一个这个 穷款 千万不要写 多因为画面都比较满了 可以在比如说这个地方 写上自己的名字 或者特别小 云深不知处 干一个小章 都可以啊 但是不要写太多的款字了 不要在上面 等等等等 落一横 上节课都有 很多同学画的画面 在底下 底下 落一拍 落一拍小字啊 把自己这些课的感受啊 都写进去 非常好 但是呢 那样的话 画面当中最精美的留白啊 就没有了 没有了 这些课啊 同学们可以找一块地方 在这里也行 或者说 或者说在这里 在这里的话 并不建议 还是整体上来讲 还是这里 落一个 或者这儿 特别小的一个帐 小字 用的感觉画不出来 好 那我们这节课啊 就到此为止了 同学们想截图的话 可以截一下图 这里呢 老师在针对这两个问题啊 这两个问题再解答一下 再解答一下 咱们就下课了 远山的众末成了一个点 是吧 很简单 看一下 老师这里是干净的笔啊 洗干净了 已经洗得特别的干净 提字 提字的话 建议同学们在这个地方 落一个简短的一些款 或者写一个名字 改一下这样就行了 不建议写太多的字 因为这幅画面已经非常的满了啊 这个首先来说一下这个远山啊 鱼屋 待一会儿 远山调色的时候 笔是比较的饱和水分的 什么样子啊 同学们看一下 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不能特别的干也不能特别的湿 它不会阴的控制不了 饱含水分之后呢 我调色 调色的话可以在旁边 淡淡的往下面 这个时候呢 我的笔度它是没有颜色的 笔尖勾了一点重色 这个时候呢 我刻画的时候 远山 它是有这种感觉的 可以过度下来 很自然 你形成一个众末 形成一个点了 那是什么情况 老师给你还原一下 很可能就是这种情况 你起笔的时候呢 水分太大 下去之后就是一个点 下去之后就是一个点 水分不要太大 而且说不要在纸上停留时间太长 迅速的就要把笔拨开 来拨开 迅速的就要拨开 因为笔水分比较大 只有比较生 很容易它就晕开了 是吧 水分一定要控制好 还有笔上调墨是至关重要的 还有同学说云雾控制不好 首先云雾控制不好 需要注意它的墨色浓淡的变化 这里老师先用淡墨 这里云雾这种飘渺的感觉 塑造出来 云雾这种飘渺的感觉 塑造出来 然后一点一点的可以加一些墨色 加一些墨色 就是这种干笔擦的 并不是很难 不是说用渲染什么的那些渲剂 并不是 就是用一些 你看老师盘子里根本就没有墨色 你们看一下 没有墨色 很淡很淡的一个墨色 然后这块呢 就是慢慢的擦下来 甚至说还有点重 我再淡一点 一点一点的擦 不怕费劲 不怕费劲 一点一点的擦 等你熟练掌握了以后呢 你就能知道这个笔墨上的一个变化了 所以说一定要慢一点 慢一点 笔上墨色淡一点 这样不容易犯错 也更容易掌控 还有它云木的这个形状 同学们 可以看一下 云木的这个形 揉笔不揉笔 没有做太多要求 揉笔怎么揉啊 可以 这种变化 那是追求笔墨的形式 如果说同学们这样的话 都画不出来 还是不建议揉笔的 还是慢慢慢慢的 找它的形状为主 认为你一旦揉笔了 或者说追求笔上的一个形式变化了 那么你要考虑的东西要更多了 同学们看一下 它这个形状造型上 不要让它太平 你看同学们 我要把这块捂住 它平了就保开了 我这块秃一点 云木的造型是至关重要 同学们可以拿着一块石头 练习一下 这个云木的造型 画的时候 着重的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并不是很难 好 那么如果说同学们 问题课下还没有解决的话 咱们下节课还会 帮助同学们再来巩固一下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那咱们这节课的话 因为已经拖堂了18分钟了 申请老师别 你的作业老师批改过 好那咱们这节课就结束了 结束了 有什么问题的话 咱们及时上交作业 下节课咱们继续 继续帮助大家巩固学习 有什么问题呢 咱们下节课再聊 好 同学们再见 同学们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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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